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脑补军 1997年7月4号,美国东部时间13时07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控制中心传出了激动人心的欢呼声 控制中心大屏幕上火星探路者号飞船,在火星阿瑞斯平原成功着陆 当时数百万美国电视观众都坐在电视机前迫切地等待着火星探路者号能够传回震惊世界的发现 几小时后,19时30分许,火星探路者号传回了第一张黑白照片 最后是第二张,第三张,然后是这一张足以让世界震惊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在摄像机镜头的前方赫然出现了一艘高大的船体 酷似地球上的诺亚方舟,船体的一半被埋没在类似沙滩的地表 镜头的右下方就是火星探测器 这张照片传回后,惊呆了整个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 大家既兴奋又面面相续 就在大家准备公布照片的时候,一个似乎惯例的剧情发生了 控制中心管理层接到了NASA上层的命令 在官方当局尚未决定向社会公众发布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惊世界的新闻之前 必须守口入瓶 于是观众从电视中看到的只是火星探测器 在火星上行驶的镜头 那那张震惊世界的照片观众就无法看到了 NASA为什么要隐瞒呢 这张诺亚方舟的照片在告诉我们什么 火星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尽管上层命令严苛 但NASA的一名研究员还是把这张火星诺亚方舟的照片 偷偷转交给了一位天文小组的负责人 天文学家仔细地研究了照片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火星上肯定发生过类似圣经中描写的大洪水那样的悲剧 正是这场大洪水给火星人带来了灭岭之灾 镜头切换到火星这边 在火星探路者号登陆火星后就放下了探测器 在距离着陆地点不远的一个叫阿雷斯瓦利斯的平原进行考察 这些火星上的地名都是这些研究宇宙的科学家给取得 很快就传回了许多照片 行星考古学家对传回图像中岩石的颜色和形状 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判断 最后认为很久很久以前 火星和地球一样应该也是有空气存在的 而且江河大川兴罗旗部 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 完全可以维持火星人的存在和发展 火星探路者号还借助阿尔法质子X射线分光器 对火星诺亚方舟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光谱分析 分析的结果太令人震惊了 这艘火星诺亚方舟竟然是用树木建造的 可见曾经的火星地表一定是森林密布 大树参天一片郁郁松松的 火星探路者号在测量了火星诺亚方舟的尺寸后 得出的数据就更加令人震惊了 船体长137米 宽23米 高14米 这些数据与旧约圣经中所描述的 地球上的诺亚方舟的尺寸竟然完全一样 为什么火星会从一个有河流 有海洋 有四季气候的行星变成了如今的这个样子 空气稀薄 荒漠遍野 滴水不见 温差极大 一片死寂 难不成火星就是曾经的地球吗 地球是火星的复制版吗 乔治史密斯是英国伦敦一个印刷厂的学徒 从小就迷上了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 他努力地自学成为了楔形文字的专家 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1872年的一天 史密斯在大英博物馆闲逛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一块泥板 这是一块距今近3000年的泥板 来自美索不达米亚 史密斯非常好奇 就开始仔细地阅读泥板上的楔形文字 他发现这个泥板文字记录的古老故事 怎么与圣经中的诺亚方舟那么相似呢 泥板上的故事是这样的 神只是一位男子建造一艘大船 把家人和动物都安置在船上 因为将要有一场大洪水席卷整个人间 抹去一切文明的痕迹 这太出奇了 史密斯有些不敢相信 他又仔细地研读了许多遍 确认自己解读无误后 他兴奋地连跑带跳 逢人便说这个被遗忘了2000年的故事 我是第一个读到的 由于史密斯对泥板楔形文字的成功解读 这一块泥板后来就被称为大洪水记录板了 比现存最早的圣经版本还要早个400年 尽管对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存在 一直存在质疑的声音 但环境和地质学家始终相信 史前大洪水是一定存在的 曾有科学家在考察黑海海域时发现 在约90米深的黑海海底 发现了经过加工的史前墓穴 经过科学验证 这些墓穴是房屋建筑材料 距今大约有9000年时间 后来在黑海周边还出土了令人惊叹的史前遗址 科学家考证在遥远的9000到1万年前 这里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文明 而圣经中记载说 大洪水的发生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 距今7000多年 在中国也一直流传着上古水神贡公 壮断不周山引发大洪水的传说 因此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记录大洪水的泥板 还是圣经 还是中国古老的贡公 壮断不周山的传说都与大洪水有着密切的关联 可见大洪水的确有着一种世界性 并非哪个民族的特产 2010年香港和土耳其组成了一支探险队宣布 他们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山 海拔超过4000米的地方 发现了诺亚方舟的遗迹 探险队员成功的进入了巨型木结构的方舟内部 还在方舟内发现了陶器 绳索以及类似种子的东西 这说明这些口耳相传文字记载的遗迹考古发现 确实反映了一个历史真相 那就是曾经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的确爆发了一场滔天洪水 所有有关大洪水的传说和记载 还有一个世界共性的特征 那就是神借这场洪水来教化人类 不可堕落作恶 否则将受到神的惩罚 既然地球上的大洪水是神对人的惩罚 诺亚方舟是神对人的拯救 那么火星上的诺亚方舟的意义和地球上的是一样的吗 1976年7月31号 美国海盗一号探测器 在火星北半球发现了一处金字塔群 距离著名的一号火星人头像近9000米 而迄今为止在火星上共发现了三处金字塔群 其中在火星北半球发现的金字塔群中 有一座金字塔的边长是埃及胡夫金字塔的10倍 提及是7000倍 而且极为匪夷所思的是 这座巨大的火星金字塔的方位 竟然和埃及胡夫金字塔方位极为相似 也是一条边正朝着北方 2015年一些火星研究专家 从传回的火星照片中发现了一张不同寻常的照片 照片中好奇火星探测器正在观测一座卧佛 这种地貌看上去完全不是自然形成的 大家觉得这是光线与影子的恶搞吗 UFO狩猎者斯科特沃林在研究圈内有着良好的声誉 他认为这张照片非常能够证明人类在宇宙中 并非是孤玄的宇宙孤子 在太阳系的其他星球上确实存在过其他宇宙生命 只是佛陀是否在火星上存在过就不太好说了 沃林的说法算是比较中肯的 因为在地球上人类也没有见过真相大显的佛陀 也是要投胎转生成人才可以的 但是在地球上信佛的地方到处都是可以看到佛像的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火星曾经真的和地球一样 存在过对佛的信仰 只不过不一定是地球人所认知的佛教 再来看这张 这是火星金字塔的正面近距离照片 这张火星上的巨大陨石坑附近发现了许多 人工建筑设施和大型物体 这些火星上传回的一系列照片不仅让科学家们震惊 也让他们脑洞大开 对火星提出了一系列推断 他们认为远古时代火星上的确存在过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智慧生命 而这些火星建筑正是火星人建造的 那么如果火星上曾经存在过高度的文明 这个火星文明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